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印象年代 我是天妮 英雄宇宙系列在2022年初要盛大推出了 由杰瑞德雷托所飾演的摩比斯 走暗黑路線 他飾演一個罹患絕症的生物化學博士 把自己的身體拿來做實驗 因此得到了超級能力 但是也因此釋放出自己的邪惡力量 走暗黑英雄風格的摩比斯博士以自己身體實驗 擁有超能力更能在空中飛翔 但他卻也有轉變成吸血鬼般的邪惡臉孔 同時具有超級英雄和反派特色 你修殺死人,你不拿他們 你修殺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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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有機會做出一些變化的 我變成了一個不同的 這就是一個很激烈的身體 莫比斯特最傻的 然後最猛烈的 這超級英雄 超級英雄 把新的魔力角色放在鏡頭上 我從來沒有在鏡頭上 曾以電影 妖兵俱樂部獲金球奧斯卡 最佳男配角的 節日的雷托 曾在DC宇宙扮演小丑 由今轉戰漫威宇宙 飾演在漫畫出現過後50年 首度月上大螢幕的 類型血鬼暗黑英雄 網友在預告釋出後都大為期待 影片在2022年初上映 我就是 檢查門和奶強綜合報導 談到故宮國寶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念頭 就是翠玉白菜辣跟肉行石 不過您知道嗎 其實真正的政院三寶 是范寬 郭夕還有李唐 他們三幅的巨幅 北宋山水化 非常的珍貴 在2012年的時候 被文化部列為國寶級文物 但是因為相當的脆弱 所以平常很難展覽 就算展覽展期也不長 這一次非常難得睽違十年 三幅國寶級文物再次聚首 我們一起來欣賞 擁有故宮政院三寶美玉 也在2012年由文化部正式公告為國寶級文物 范寬 郭夕 禮堂 三幅聚精千年的山水化 睽違十年終在合體 吸引近二十萬人次觀眾 前來供奉其聖 看我們後面有多踴躍這樣 就說大家都覺得 就是你像故宮跟大家講一樣 睽違十年才又合體嘛 有沒有辦法想要說是下一個十年 還是多久 我們當然希望說觀眾不用等那麼久了 但是的確為了要保護這三張畫 我們是盡量不讓他們太長出來 那有時候就是說只讓其中一張出來 所以就是每一張畫展出之後都要等三年嘛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想像 也許郭熙再出來一次 飯寬再出來一次等等的 那最後也許十年或十五年 再三張一起合體 就看機緣吧 這三件聚福利軸分別代表 北宋早中晚期聚碑式山水化典範 不是單純描繪自然 而是透過細密觀察 在下筆將體悟到的山水特質表現出來 聚碑式的山水 其實是我們做研究的時候 一種說法啦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都會看到這三張 不論哪一張 它在正中的地方 都有一座很龐大的山 特別是如果我們看飯寬的西山行旅 這是更清楚的 這是在他們逐步發展的過程當中 所形成的一種圖繪山水的方式 特別在北宋的時候 圖繪一個完整的山 圖繫一個正中有個大山 是他們常常做的 所以這三張都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都有這樣的構圖 範寬的西山行旅採三段式構圖 主山佔畫面達三分之二 並以畫中的行旅旅隊來對照出龐大山體 而土石表面猶如雨點般的村筆 可以想見飯寬作畫時 為細膩模擬土石的質感的千筆萬筆 那雨點村你會在這個山的正中 會看到它有大概這種短的線條 那看起來就很像在下雨 那整個山所謂的村法 其實是表現山石表面的這種激勵 這種質感 郭西的早春圖展現了春天的活潑生機 運用蟹爪枝 捲雲村等技法 北宋的山水畫在郭西時期達到高峰 我們如果看飯寬 你會覺得它石頭的感覺比較堅硬 可是你看這個郭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那個好像土比較多一點 然後水分很多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 它會表現出這個山的這種 虛無飄渺 朦朧 甚至我們看到正中 它一直往上在生長這樣 李唐用深淺青綠色轟染 加上小府批村技法 畫出萬惑松風 那李唐的話呢 我們就會說這個是府批村 主要而且是小府批 主要是他側著筆刷下來 那這樣子表現就是讓那個山石 非常的堅硬 具有實體感 那所以這個到了南宋之後 這樣的村法後來發展成大府批 那也發展了對角式的構圖 就跟現在我們說這種具備式的 就不一樣具備式的山水 就是正中的山 這次除了三件政院國寶之外 也另外闢視旋展受三家風格影響的繪畫 時代橫跨元代到民國 這些後世畫家追訪的實力 不僅有傳序精神 也更確立範寬鍋熙禮堂 在中國山水畫時的崇高地位 解釋我們將邱榮青 杜宇智才報導 故宮的大展我們還要看航向天方 15世紀伊斯蘭文化的展覽 說到天方這個展覽的名詞裡面提到的 天方指的是天堂 也就是現在的賣家 是伊斯蘭的發源生地 在15世紀政河就率領的船隊 橫渡了印度洋 南洋也抵達過天方 帶來了很多不一樣的文化刺激 到宮廷跟民間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竟然在15世紀這東西方 交織出來的璀璨活化 15世紀 政河的船隊 航向遙遠的印度洋 甚至到達了天方 讓東西文化在此達到了豐富的交流 永樂十二年 王葛茨 以及現在的孟加拉 國王使者獻了一隻麒麟給永樂地 麒麟也就是長頸鹿 這幅名人日印圖編作了記載 為什麼麒麟對皇帝來講是重要的呢 因為麒麟是古代的 傳說中的瑞獸 只有當國家治理得很好 天下太平的時候 才會有瑞獸出現 所以他們就借用索瑪莉亞人稱 長頸鹿的吉林跟皇帝講說 麒麟來了 名人畫酸泥圖 酸泥是獅子的舊稱 這幅圖記錄了永樂宣德朝的外國共獅 在十五世紀的東西交流中 除了珍稀動物 當然還有精美的瓷器藝術了 包括外型 文室 右色等等 都可以看見雙方交流的軌跡 相逸文化兩個端點的人們 他們相遇 接觸 看見了彼此 那也會好奇彼此所不一樣的東西 就會自然產生一些交流的影響 所以在整個展覽裡面 我們也傳達了這個中國跟 不同地方的一些交流的影響 那一種是伊斯蘭世界對中國的影響 另外一個是中國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影響 林宣德的青花花卉文燈 造型讓人聯想起阿拉丁神燈 因為它有帶靶 下面還有一個成盤 那這個帶靶的這個造型 特別讓大家聯想到阿拉丁神燈 那確實 正和船隊拜訪的很多國家 都信奉回教 所以是一個伊斯蘭的世界 還有孔雀蘭佑 這是波斯陶磚的經典色系 自從十四世紀以來透過交流 也逐漸成為中國陶工藝 樂於調配的色彩之一 不只是反映在中國宮廷珍藏 伊斯蘭世界也珍藏 許多來自中國的精美器物 包括用古藍金的撒金色尖紙 故宮院藏便是明代宮廷 曾使用天藍 淡紫 紫黃 明黃 等繽紛色彩 這個紙張其實在伊斯蘭世界 可以看到他們是拿來書寫可藍金 或者是書寫這個波斯詩句 然後再加上有些細密化 也是裝表在撒金尖紙上 所以就很明顯的表現出 原來當時候也有可能有一些貿易往來 所以那個撒金尖紙也會隨著 這個貿易往來傳銷到伊斯蘭世界 而在明瀋州的寫身冊 瀋州底下的貓輪廓化成一個可愛的圓團 類似著設計 也建於土耳其托普卡比皇宮的團貓圖 反映了伊斯蘭藝術家對天朝圖像的魔鏡 還有16世紀末伊斯瑪爾一世拜白陽王朝軍 描繪了伊斯蘭地區的戰事 從雲彩與山石也像是宮廷寫繪本衍生轉化而成 15世紀的交流軌跡到了16、17世紀風潮未減 海外貿易持續進行 有著豐富明代與伊斯蘭世界交織的風貌 名青花新月行軍池 一彎新月造型 而新月代表伊斯蘭重視的重生力量 還有磁盤裝飾 也可以發現波斯文在其中 透過歷史文物 讓人看見先人足跡 與東西方在當時精彩的交流 不管是貿易還是文化 都深深影響著彼此 交織出令人驚艷的火花 年舊田 李杜允志和乃強 采訪過道 好 感謝今天是收看一小年 我們下週再會囉 掰掰 我們下週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